來看見 Hi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過年微穿搭主題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在過年的時候 穿比較紅的衣服 我是會 因為我會希望在過年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紅的元素 例如口紅或是一些配件或是紅色衣服 因為平常穿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太紅的衣服 在過年就非常適合拿出來穿 那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Ero這品牌 其實我大概在幾年前就已經 就有在follow 大概是幾年前 大概可能7年 7年有了就是蠻久的 因為一開始我會發現Ero這品牌 主要是因為我發現之前 就以前小S在康熙的時候 很常穿Ero的衣服 所以就有在follow 然後因為我媽也會買啊什麼的 所以就是都有在看 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居然會在我的頻道上去share Ero這個服飾 因為他們的服飾我覺得還蠻 就是他是台灣 我覺得台灣自己的設計師 然後都設計出一些 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衣服 然後等一下就會分享一些 我覺得他們蠻有特色的一些top 我覺得蠻精緻的 然後就是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在過年的這段時間 有一個服袋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服袋就是過年的時候 你不管是自己用 或者是你送禮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然後再來分享 我們先開始我們的穿搭 其中一件這件紅色的很可愛吧 它也是會在服袋裡面的 就是這件啊 像我下面就是搭那個 Leggings 就是它很適合 就是譬如說你去拜訪親戚啊 或是你就是在家 chill的時候穿 因為它很 蠻溫暖的 然後它是那個很有彈性的 然後 也適合在家穿 然後洗洗眼衡的 是什麼啊 牛嗎? 鼠牛虎兔 鼠牛 明年就是牛年 對 所以它這個服袋 它做的都是牛超可愛 而且是很有錢的牛 上面寫rich 給我看一下 so cute 好 我們先來穿衣服 我盡量 我盡量廢話不要太多 因為我每次會發現 我的影片廢話超多 我很喜歡這件衣服的detail 你們有看到它是這種 很多彩色的秀花感 我覺得比較有一種民俗風的感覺 裡面就是穿 直接穿一個黑色的背心 然後 它很可愛 是它的袖子做的是 這種 有一點 非俗袖的那種袖子 很有特色 就是穿起來是這樣 很很可愛 然後因為它是彩色點點很亮 然後這裡就是若銀若現 背後的樣子 今天下面搭的一件就是 一樣是紗的紗裙這樣 然後再搭一個 軍靴 把這件上衣搭的 又帥氣又可愛的感覺 然後它還可以怎麼搭 這邊呢 搭的是一個 牛仔褲 就很適合 搭牛仔褲我覺得 就是也可以創造一個很casual的感覺 然後因為 我會把它紮進去 因為它這邊是這樣子 就是非俗 非俗袖的感覺 所以呢 如果把它紮進去的話 就是旁邊一點點非俗袖 然後 就是 這樣子 就是 慵懶 隨性 casual 街頭感 下一件我們直接來試穿這個 大紅色衣 這次我介紹的衣服都是那種 有一點小透的 所以裡面就是穿一個那個 小小的背心就好 它這個它也是那種半透明的 然後它其實是 這個拉鍊是可以直接這樣 拉開 拉開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效果 像半拉 然後是這樣拉起來 就是它也是一個 很喜氣洋洋的一個 Top 我那時候在 光網挑的時候 就覺得 這件可以try一下 因為 衣櫃裡面真的好像 要講紅色的衣服嗎 好像真的是 偏沒有耶 然後如果 覺得在過年的時候 想要穿些紅色的衣服的話 我覺得這件不錯 因為它有一點黃狀 所以它不至於到太 嗯 太紅 但我覺得這件就是 搭配的時候 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它 盡量你把它的下半身搭一些 顏色比較淡的東西 例如說像 這一件牛仔褲 或者是 Maybe 搭一個白色的短褲 這個就是搭紅色褲子的感覺 就我覺得它感覺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牛仔褲這種東西就是 尤其是淺色牛仔褲 不會感覺比較casual 但是 這樣子搭的話 就蠻適合上班 就是 如果你去上班 然後穿搭紅色 可是在穿這種 偏西裝酷一點的 褲子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 變得比較正式 因為 它這個領子做的還蠻正式感 好啦 那我們就來換下一套 我身上的這一件 仔細看它上面的那個圖騰 就是 普普風 反正就有很多的圖案 然後 它也是那種半透明式的 就是你從這裡可以看到 所以 我裡面又就是一樣搭了黑色的小可愛 然後它是這樣子有點高齡 所以我覺得 穿起來 比較有氣質 下面我一樣就是搭 剛剛那個黑色的紗絲 Cesmailla 除了大紗絲以外 我給你們看看 牛仔褲穿搭 我現在身上是一個 褲中的穿搭 我覺得很像 Cat woman 最後要介紹的衣服 就是這件外套 它是皮的剪裁 但是它的這個顏色 跟它的布 我使用的是Dining 是牛仔褲的樣子 然後 它很適合冬天 因為它整件裡面呢 都是這個 毛毛的 然後很舒服 然後這個它袖子啊 是可以翻下來的嘛 可是當然翻上來是更有型的啦 它就是那種比較有一點 boyfriend感的感覺 所以它是有一點 稍微弱減 就是更帥氣一點 這個是搭上了 咖啡色短裙的效果 然後下面一樣是搭菌靴 Cat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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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做介紹一下 這次過年的 福袋裡面有什麼 這是因為牛年嘛 然後他們就是 設計了一個 這一件 牛的衛衣 超可愛的 我跟你們講 不要不敢穿這個牛出去 因為明明就是牛年 牛轉乾坤 牛年輕大運 所以就是很應景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這衣服不過年穿 什麼時候穿 然後還有一個購物袋 就是非常適合去辦年貨 就是跟我 超搭 帶這個出去逛年貨 或是逛什麼 完全不怕被偷 誰敢偷 因為這一看就是你的 所以你們是一 pair的 寫著 ERO的紅包 然後上面寫開月大金 然後這個黃包是橫開的 So cute 還有數 一條 絲巾 看起來是很酷啦 但老實講 我不知道這可以幹嘛 可能這樣吧 我不太會綁絲巾 蛤? 天啊 這絲巾可以幹嘛 綁在包包上啦 包包把手我覺得還不錯 高級的包包都是這樣子 纏那個絲巾的 我認為它不合理 有點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 你是可以藏在你的 那種皮的包包上面 應該挺適合的 好 還有什麼東西呢? 還有這個 旅行的收納袋 上面也是有這個 小妞 喔!它有一個口罩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嘛 紫色妞妞口罩 裡面還有什麼呢? 兩項襪子 就很過年 就是過年很冷 就在家裡 就是可以 那個 這個 取暖用 上面有寫什麼字 它上面寫什麼 大吉 開運 影片的最後 我就用這個 ERO的 金牛福袋 祝大家 扭轉乾坤 開運 大吉 掰掰 在家裡 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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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運